在今年ACT系列夭折 奥特曼系列在SHF里重新后 这一卡在中间的X奥特曼呢 弄是像后妈生的一样 直到现在才别出稍微高端一点的闪名 不过官方的意思似乎是在说 为了把最棒的SHF-X奥特曼 交到大家手中 所以都花了点时间 小米就是指这次的可穿戴装甲 为了还原出来 应该也是要给Van掉了点时间了 在售价方面 这款X打到了7000日元 算是在SHF奥特曼里比较贵的一只 虽然出货前甚至有消息说 X砍能率高了九成 不过现货价格才350出头 各方面看上去呢 已经很良心了 那么表现到底如何 还是先具体了解一下对不 特事时间走起了 这款X的外盒呢还是挺特别的 相比一既旺的通贩系列 外盒更像是融入了一种漫画风格 同时在配色上使用了轻色作为主色调 排数是挺少见的 难以直接开横 这次的说明书几乎全是装甲的安装示意图 展开还是蛮大的 内包除开周围一圈的装甲之外 还有常过的定换手以及计时器 相比几只全SIC人数 简直不要太修复 不过似乎自走卧不安耀之后 SHF奥特曼已经摒弃了光线特效件 感觉还是蛮可惜的 另外要说这次的X中奖率还是挺高 品供多多少少有一些小问题 我们这个提言看上去倒还是挺不错的 X是新始代奥特曼的第二作 全身的造型和以往奥特曼系列的反差感还是挺强的 脑袋两边的造型酷似耳机 因此也是获得拉尔基曼这一称号 在配色上 X全身的色彩分布还是比较复杂 不过也没有过分的音色啥的 而红音灰也是在奥特曼里比较少见的搭配 挺大感 但是还原到SHF上面 就感觉哪里不带对 全身上下的眼白色 看出去感觉更像是浅灰色 导致各种的细节看起来弱皱的 因为X上半身有不少外加版的细节 所以层次感比较的不错 并且在关键隐藏方面 非常优秀 而素体方面 则是直接也用了SHF节奏的设计 大腿雕七怕是不可避免了 同时在躯干部分这里 有两个巨型的水口 非常的扎眼 不清楚是大妈心情不好 还是通病 有入手的小伙伴可以大幕说出情况了 另外在刚公布关图时 X被打得吐槽最多的地方 大概就是短腿了 这里还是拿出皮套图来对比看看 其实SHF在行李方面还是非常还原的 只是腿部跨关键的断层 导致从视觉上会显得腿端 不过实际上 其实对比SHF加冰骑士还是可以发现 这款X确实是腿端 看上去不太美心 但毕竟SHF主打还原吗 也是可以接受的 头部这里由于图状导致看上去细节之路的 但实际上刻画还是比较清晰 层次分明 X的眼睛是黄绿色 一眼看上去还是挺怪 并且中里好像不少人主召 有点大小眼 我们追着的眼睛倒是没有什么问题 空气是因为灯光问题而导致的错觉 再来看到旁边的小耳机 皮道上蓝色的LD 这里是以金属色头状用来还原 在可动上 前倾后仰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由于脖子的下面 类似领口造型的阻碍 脖子几乎无法左右摆动 而整个头条依然是普通的重心卡索链剑 所以旋转肯定不在话下 去看节目这里提供了一个关节 整个胳膊在前后风险上 都有一定的可动范围 对于奥特曼说 阵营的关节还是很有必要的 同时外面的肩脚也有简单的可动 把肩脚拉开后 胳膊也是可以做到平局的 X的胸前细节比较多 SHF在这里连计时器周围的纹理 也都完美在线 但是胸前对比皮套 在计时器下方还是有细微的头色 这里不知道万代倒是给旺呢 还是想萌萌过关 此外整个胸脚都可以取下 本来以为这里的设计是为了方便穿装甲 但实际上是为了方便停换计时器 转到背面就可以看到 G4机时器的设计非常特别 仅仅只有下面的两个细小的卡榫 非常脆弱 但这也是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卡榫 对头明显的影响 如果直接把卡榫设计在正中间的话 会导致计时器中间黑一大会下去 接着只需要在胸前背面 把计时器两个卡榫推出 就能取下来 最后直接顿着卡槽 装上红灯就完成替换了 还挺劳固的 只是没有附属冰沙 加拿迪姆光线的黄色计时器 还是比较可惜的 跨部这里的关节设计和捷得是完全一样的 水平方向上提供了一个旋转关节 腿部在前地方向上可以达到90度 而后梯几乎没有明显的范围 同时在侧地上 对部直接上台可以发现 只有30度左右的范围 而把大队根部塞进跨部 获得的极限范围才50度左右 助力还会有掉漆的风险 其他地方的可动 感觉和普通的XHF没有太大差异 就不多介绍了 而这款X最大买点是格莫拉装甲 所以直接来看看装甲部分 先是手部装甲 中体采用的是硬质材料 细节的过滑能好不含糊 土装方面也比较工程 背面这里是一个开合结构 方便装备时使用 再来看看肩甲 体价对于XHF来说还是挺大致的 中体素质和爪子一致 不过肩甲的尖端 可能是为了安全起见 使用了软胶材料 同时下面还有一个方向上的旋转关节 只能上下活动 最后是胸甲和背甲 这里还是得重点挂一下背甲的头状 金属蓝色的线条 全部换了出来 并且下面两条 穿过夜巷的年纪带勒 使用了软胶材料 表面的细节非常精细 在装备转件前 先需要对X做点处理 首先拆掉胸灯 同时两边的肩甲也可以直接包里拆拔 接着再把背后的背棋给拔下 最后取下造型手就可以了 胸甲和背甲的安装比较简单 直接对准身上的卡槽插进去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下面的软质连接袋 需要对准胸甲下面的卡榫卡进去 这里还是得小心一点 以免大力出积极了 接下来安装 只是要对准卡槽装上去就可以了 最后手部抓抓 需要打开下面的开合结构 再用手腕的球形关节 对准卡槽装上去就可以了 全梦专甲都穿上去后 X的上半身感觉胖了一大圈 不过还是挺大气的 对比一下局中 似乎也真是这个味道 这样的造型感觉才是X的特色 另外两个爪子打得夸张 绝大部分人看到这部造型后 第一想法肯定是战斗暴露兽了 来把他们放到一起看看 是不是挺有兄弟像的 另外在局中还有其他怪兽专甲登场 想想还是一堆小激动 在创造的专甲之后 可动方面大部分影响不大 肩脚部分都使用双动干节 所以在小范围内有一定可能性 但是在节目这里 因为胸甲和肩脚的干涉 导致平台只能做到70度 不过也是完全多硬了 最后除开装甲和计时器外 剩下的配件就是两个皮砍推换绳 两个手机消失度还是比较大的 感觉也比较筋肋 不过一个通常放松状态的开张手 就实在是说不过去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探紧的勾引力 Ultra Man X 整理看起来 一只款编了好几年的SHFX X也算是没有让我们失望 心里完美换眼皮套 并且很多方面也没有它的问题 其他虽然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小瑕疵 但这都可以算得上是SHF奥特曼系列的惯例了 同时作为万代低官可低官装甲的高端奥特曼 这款X的意义还是比较重大的 先不说剧中登场的众多怪兽装甲 回来看看前段时间混战上的究极赛罗 下面的立牌写的不是奥特曼的Zero 而是奥特曼的Edis 想必之后发射的SHF赛罗 也是可以和帕拉吉之盾进行组合 那么X作为第一款动物来说 350左右的价格也算是极具性价比了 但根据以往动发SHF奥特曼的惯例 价格肯定还会慢慢下滑 有兴趣的话可以再观望一段时间考虑入手 好啦这次的特质时间就到这里啦 月底的无限赛罗 不知道大家感不感兴趣 希望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告诉我们 想看的话也会来上一发特质时间 最后喜欢我们视频的话 求一波订阅收藏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